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计算每一个区块的哈希值 它是将区块头的六个信息拼凑在一起 从而计算它的哈希值 利用时间戳的变化 尤其是利用随机数nons的变化 从而计算出一个高位0越多的一个数值 如果这个0越多 那么我们挖矿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因为只有高位的0越多 那么它小于难度目标 辈子所计算出来的这个哈希值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那么它的挖矿成功率也就越高 当辈子值越小的时候 那么目标哈希值中高位的这个0也就越多 也就是首位的这个0也就越多 那么计算出这个小于这个目标 哈希值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那么挖矿的难度也就越大 也就是说辈子值越小 我们挖矿也就越难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来看这么一个表格 那么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楚的看到这个表格呢 我们接下来呢 打开一个Excel 把这些数据呢全都粘贴过去 让大家方便去看 好 请大家来看 当我们的区块为0也就是创世块的时候 当初中本从设置的这个辈子值呢 是16进制的ED00FFFF 那么在这个里头我们上节课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其实它包含了一个叫指数 一个叫系数 那么这个指数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8位的这个辈子值的前两位 就是这个指数 那么后面也就说00FFFF 那么这六位呢 实际上就叫做系数 那么这个指数 其实对我们快速计算 这个目标哈希 有特别大的一个重要性 好 那么我们先来获取到这个 它的这个指数 那就是ED 而ED它是一个16进制 如果我们要是把它转换成10进制的话 它就是29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29 如果我们要是乘以2的话 因为对于16进制来说 实际上它的两位代表一个字节 那么我们把它转换成58 29乘以2 那就是58 那接下来 这个58和我们最后计算出来的这个目标哈希 大家来观察一下 如果它是这个难度 那么它前面我标红了 标红的话 它有6个0 那么实际上这个6 实际上有这么一个规律 也就是整个我们计算出来的目标哈希值 大家都知道 哈希出来是64位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进行的是 刹256的计算 那么256除以4的话 实际上就是64 那么64减去58 剩余的这个6 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我这个红色的这个6 也就是说 如果它是这个难度系数的话 它至少前面应该是有6个0 那么有可能同学会说 老师这明明前面是8个0 其实这前面是8个0 实际上1D所造成的只有6个0 而另外两个0 实际上是由它这个系数 也就是00FFF里头 它自然包括了两个0 所以加起来就是8个0 我们接下来再看 当我们的区块高度为1万的时候 实际上它的币次值 还是ED00FFF 因为在比特币在刚诞生的时候 其实前几万个区块 实际上都没有太多的比特币用户 在进行挖矿 基本上就是中本聪 它一个人在进行挖 所以说它这个难度值 基本上都保持的是一致的 那么等到5万的时候 大家来看 它的这个难度值 已经B次值 随着程序 自动调整为了1C2A1115 再往后看 我们接下来呢 把整个的这个跨度 我们基本上就是10万个 进行一跨度 我们来看一下 5万的时候还是1C 那么10万的时候 高度为10万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1B 那么20万的时候 就变成了1A 30万的时候变成了19 40万的时候变成了18 50万的时候是18 52万就变成了17 实际上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8位的这个 16进制的这个币次值 前两位 其实它代表的是指数 那么我们接下来 把这个指数 我们专门弄一列 我们把它给拿出来 1D 1C 1B 1A 19 18 17 实际上对于16进制 比较敏感的同学 大家一看 它实际上就是连续的一堆数值 我们把它转换成10进制 大家可能看得更加的明显 那么1D呢 它10进制是29 而1C呢是28 1B呢是27 1A呢是26 19呢就是25 1A是24 那么17是23 所以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 它其实分别前面 也就是23 24 25 26 27 28 29 那么如果我们要是想计算 它的这个高位的连数的话 实际上按照我们的这个规律 就是让当前的这个 实际制的这个指数 乘以2 再被64所减 求取其差值 那么我们分别可以求出来 像刚才这个17 那么它进行 实际制转换之后呢 是23 23再乘以2 是46 再跟64的差值呢 是18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对于这个数值来说 它的前几位 我标红的 实际上正好就是18个0 而中间这部分 我标蓝的这部分 实际上就是获取到 它的这个 那个系数 而系数实际上就是 从过这个B次值的 后6位 就是它的这个系数 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的 拼凑出来一个目标哈希 那么它的后位 一共有多少个0 后位的这个0 就根据我们当前 前面的这个0 加上这一共的这个系数 是6位 那么64 减去整个我们已经占有的 这个位数的长度 那么后面该有多少个0 就多少个0 那么总之目标就是 让我们的目标哈希值 凑够64个位就可以了 那么通过刚才的分析 我们得出来这么一个规律 也就是说 B次值里头实际上是 明确的包含了一个目标 哈希值的 我们没必要通过 之前的这个计算 那么上节课呢 我们告诉大家了 它的标准的做法呢 它的目标哈希 应该是 那么 就是这个系数 系数呢 就是刚才我们这个B次值 求出来的后6位 那么我们拿这个系数呢 乘以2的多少次方 那么2的多少次方呢 它得是8 乘以括号 刚才咱们求出来的 这个指数减3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系数值 那么实际上这个标准的做法 当我们在实际演练的时候 上节课已经带着大家演练过了 因为这里头 涉及到这个2的多少次方 它会涉及到这个值 已经超出了integer integer所应有的范围 所以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呢 都是使用的是 Big Integer 一个大整形 才来计算出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没必要这么复杂 我们实际上 可以推导出一个精确不是很高的一个目标哈希值 那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还是像上节课一样 我们拿第51万6532个这个区块为例 那么对于这个区块来说 它的币次值为17502AB7 实际上这个通过比特币浏览器 我们就可以清晰的拿到这个值 那么接下来呢 对于这个值我们进行裁切 我们可以分别获取到前两位也就是17 那就是我们要求出来的这个exponent 也就是这个exponent呢 也就是这个指数 那么0x17呢 它是一个16进制的 那么接下来呢 502AB7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求取出来的这个系数 实际上我们在快速进行哈希目标值计算的时候 这个系数它的作用不是特别大 那么指数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17呢 这个指数转换成实进制 转换成实进制之后呢 这就是23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带着大家呢 通过比特币浏览器 以及通过一个位数转换的一个网站 带着大家来看一看 好 我们现在呢 要是516532 516532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打开比特币浏览器 好 我们现在来输入我们想要的这个高度值 516532 好 我们现在能够拿到它的这个B字值 好 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B字值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把它转换一下 因为目前拿到的只是一个实进制的 好 当我们进行对这个实进制的数值 进行转换成16进制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17502AB7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对其中的这个17 我们做一下转换 17转换成实进制 那么它是 16进制的17 我们转换成实进制 我们这块呢 勾选上16进制 我们进行转换 我们拿到它的实进制呢 是23 所以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计算公式 那么我们拿到的这个是23 那么我们高位补零之后呢 只要让这个23乘以2 那么它是46 再跟64相减呢 就拿到了18 所以我们接下来 至少我们可以求出来 我们这个目标哈希值 我们前面是应该有18个零的 那么接下来 再来看 我们后面的这个是50 2AB7 那么我们前面的就是先保留18个零 然后再加上 这个后面所求出来这个系数 502AB7 那么它们加起来之后 大家来看一下 18个零 再加上这是固定的系数 是6位 那么18加6 24 再跟64相减 因为我们毕竟 求出来这个哈希值 一定要满足64位 所以我们的后面 还要再跟40个零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的 就计算出来的目标哈希 不需要专业的计算 我们通过这种口算 实际上也就能够计算出来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核心代码 跟上节课我们所讲的 几乎还是一样子的 我们也是将这个B子 这个sufchar 去求取 它的这个substrain 进行sufchar的一个切割 如果我们写进去 这个2呢 实际上就代表的是 从索引下标零开始 获取它两位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再去获取这个指数 这个指数呢 这个2呢 就是从第二个 一直获取到最后的意思 那么也就是 从索引下标为2的 这个数值开始 一直获取到最后 那么实际上就获取到的 就是我们这里头的 从这块开始 502AB7 因为它的索引下标 是从0开始的 那么接下来 substrain 0 逗号2 那么实际上就获取的是前两位 那么接下来呢 就去获取它的这个 高位不足的这个0 那么这个高位不足的0呢 就是我们先要把 我们刚才求出来的 这个16进质的这个数值 转换成实进质 再乘以2 用64相减 我们通过一个foil循环 于是就能求出来 前面有多少个0 同样的道理 能够求出来 后面有多少个0 最后呢 再把它们拼凑起来 这样我们就快速 求出来一个目标哈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 如何去求取出来一个difficulty 那么这个difficulty呢 实际上我们在进行 查看比特币浏览器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经常会看到 有这么一个值 叫做difficulty 大家能够看到 而且这个difficulty的这个值 往往都大的惊人 那么像刚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像创世块的时候 它的这个目标就为1 那么后面越来越大 其实也在说明 我们当前现在的挖矿的难度 也是越来越大 而这个difficulty的值 为什么要会这么大 实际上完全都是 由这个b次值所决定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 这个b次值和这个difficulty 到底有什么样一个关系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计算 difficulty difficulty的计算呢 实际上有比较多的 这种计算方式 我们接下来呢 就计算的是粗略的一个difficulty 也就是说 我们只计算出来的一个整数 那么关于小数点之后的位数 我们就直接省略了 它的这个计算呢 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 先获取到 创世块的这个目标哈希 记者 它的这个difficulty呢 实际上是目标哈希的比值 它并不是实际哈希值的一个比值 首先呢 先拿这个创世块的这个目标哈希 那么创世块的这个目标哈希 实际上 我们之前已经看过了 它的这个哈希 它的这个目标值 也就是b次值 它是ed00fff 所以我们接下来计算出来的 它的这个目标哈希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它的ed呢 前面我们是补足六个0 那么因为ed后面的那个系数 它里头包含了两个0 所以说最后就拼出来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去将我们当前这个区块 b次值 求出来它的一个目标哈希 那么也就是我们刚才这段代码 所实现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求出来的这个字符串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长的 它是一个十六进制的一个字节码 所以我们要进行计算 计算它和实际这个区块 b次值所计算出来的这个目标哈希 要进行比值这个值是大的 所以用这个创世块的难度目标值 与实际区块的难度目标值相除 那么它除以那个实际区块的难度目标值 那么因为它们俩都是一个十六进制的数值 所以要是想亲正的进行一个数学运算的话 我们可能还得要把它转换成一个大整形 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个big integer来对这个哈希值 然后把它转换成一个十六进制的一个数值 它是一个十六进制的数值 把它转换成一个大整形的一个数值 那么转换成两个大整形了 一个就是创世块的目标哈希的一个大整形数值 一个是实际区块的这个目标哈希的一个大整形 那么用它俩相除 而在相除的时候 big integer它不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数学运算符号除号来进行运算 它得需要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divide divide就是相除的意思 前面就是我们的创世块的这个目标哈希值 用它来除以我们当前的这个区块 它的难度目标哈希值 那么求出来 这个difficulty实际上就是我们最终的这个难度目标 好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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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INSOME 感谢观看